103.8 A Radio 当下的感动 今天的行动与您分享 在中国海南 有一位今年76岁的魏文贤老先生 他被当地人誉为竹竿老人 为什么会被叫竹竿老人呢 他从小就长在万泉河边 那里由于水流湍急 经常会有人游泳时不小心就溺亡 也有的是故意试图自杀 魏先生每次看到这一幕 都会感到痛心不已 年轻时他会跳进水里救人 年纪大了他就守在河边 用长竹竿义务地去救人 这十几年来他救了上百人 而且从来都没有过回报 善良的他还说 会继续守护生命到走不动为止 103.8A Radio 当下的感动 今天的行动与您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您的感动 我们支持明镜与您的感动